啊 嗯 最后一个工程就是品茶了 放到茶的小朋友把茶跟我一起去 这个时候我们是用这两个手 重点是大拇指,撑住了 然后用中指的虾面勾住了 可以先试一下,先试一下空杯 来,先试一下空杯 来,跟我一起,有杯子的就一起来学一下 来,这边给一个,不好意思 跟我一起学,我们女生抬飞的话是很优雅的 很优雅的,就是女生的姿势 抬起来了,然后我们手轻轻的从你身边抬起来 直线剂里抬起来,然后到你的嘴船的时候 我们不要麻烦着脱,我们就把手轻轻的转过来 我们在古代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过电视剂里面怎么喝茶的?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 我们女生喝茶的话,我们是要像这样 把手,我们有大手袖,我们要轻轻的抬起来 然后打开,然后收回来,然后要挡住了 不能让别人看见我们喝茶的动作 然后就轻轻的抬一口 然后的话,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用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转回来 终止抠住杯底,慢慢的翻到嘴边 这是喝茶的,但我们喝茶前是要先关起摊色 看我们谈色是什么颜色的 谈色的话就抬起来,翻到眼睛下面 然后看,看完以后闻 闻的话就是在你的鼻下来回移动 就像这样,让我闻一下你们看见了吗? 我用这个文献的时候,我看见了吗? 就是一样的,就在鼻子下面来回移动 然后深呼吸,然后闻它的香味 然后最后